好,各位同學,我們現在要示範做XO醬 那XO醬的這個原料呢,就是前面這邊 我們請尾翔 尾翔幫我們先做這個 干貝要用泥酒,浸泡個3小時 浸泡個3小時 浸泡3小時,然後把它壓個 我們現在呢,適當的把這個干貝 浸泡完之後壓碎壓平 把它壓碎,最好呢,這個干貝絲啊 把它壓成細絲這樣子 把它切完,把它切完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把紅蔥頭 紅蔥頭先切給我 切成豬 紅蔥頭豬 紅蔥頭豬,紅蔥頭的豬 對,一粒粒的,小粒粒 對,快 快 超便的男人要適色 我不從不不崇 sama 就不再開心 不小心 對,大力請 我記得他會喜歡 切完红葱头再切辣椒 所以大家要用红葱头 要用油葱酥 因为不太容易对不对 辣椒 辣椒 那我煎炸酥 用红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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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做一面,自我一大組就把他吃, 就是把他吃, 跟外面是, 很大, 他就這樣, 對,對,對,一樣,快快, 說不定, 對, 我上次就跟你講,那個油要多一點, 油要多一點, 對,就是油倒數, 我們現在就要做油重數, 我們先把油, 沒關係, 我沒有就好了, 放進來, 好,放進來, 辣椒香, 辣椒,全部全部全部, 一耳一耳,全部都出來, 好,我們把那個, 紅蔥頭, 適當的調味, 準備, 加鹽, 鹽, 鹽, 弄, 用那個, 然後再把小魚乾放進來, 然後把這個, 水不要放進來, 來, 乾貝的水, 我們就把它, 等一下,等一下, 一起一起一起, 一起一起, 味道重一點, 味道重一點, 好, 很香耶, 好,來, 再來我們把這個, 小魚乾也放進來了, 就盡量的把它, 炒,炒, 炒, 炒乾炒, 對, 一隻炒, 好, 可以,我們等一下, 先在這邊, 告一段, 我差點摔, 他這樣給我怎麼開, 欸,不是, 不是, 對, 好,可以, 就去, 把它拿起來, 就讓它這裡, 裂車, 不用,不用, 都全部下來, 全部下來, 我們把那個, 兩條魚, 我們兩條魚把它抓出來, 我們來, 做成那個, 魚鬆, 好,來, 去把, 拿出來, 你要拿出來, 拿出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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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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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用這個, 跑的比較快, 對不對, 好,來, 繼續烤, 好,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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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是,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XO酱 XO酱的成品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XO酱的成品